監視器拍下 清晨7點30幾分 背著大包小包的男子 站在大樹前左顧右盼 見識下無人 他竟然當場點火 頓時間火光熊熊 他不慌不忙 跳出花台 從容離開 住戶一大清早起來 聞到濃濃的煙味 嚇壞了 有人報警 有人拿起水管來澆水滅火 大樹悶燒 濃煙直冒 消防人員不敢大意涉水滅火 住戶調閱監視器一看才發現 原來男子凌晨1點40幾分 就已經前來縱火 當時他就在電箱旁點火 手法十分老練 完全沒在怕的 點燃火苗後 也是慢慢離開現場 這是發生在高雄市三民區 建國一路的巷弄內 男子6個小時內 連續縱火嚇壞人 其實這已經不是他 頭一次犯火了 你知道他不知道嗎 你知道過了嗎 有過了 煩惱 會引起火災還什麼 住戶就怕大火無情釀禍 還特別樹立黃色的告示牌 項頭寫著 私地嚴禁抽煙 亂丟炎地 蓄意縱火 否則報警法辦 但這告示牌 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 這已經是男子 第六度縱火 居民非常困擾 前五次都逮不到人 這一次警方根據住戶 提供的監視器影像追查 上午十點半 終於將嫌犯逮到 TVBS新聞 林宥璇 趙莉 艾昭賢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接著 時機公正網紅 市員 臨時機公正 遷免 移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